6月14日 天晨8時 我們一早起床來這個大超市 其實想觀摩扣牆頭的人有幾陣神心 遲早來到 怎樣扣牆頭 聽說 如果去年之前跟著民進去這個大超市 我們可以免費入場 要不然呢 我們再來一次要付錢 但我好跑很長 為何很像派對 不知道要看我 真是很虛陰 不要啦 我們就去看他們 真火通靈 真火通靈 真煙 不知道是不是九點鐘那個人 我都看得到很害怕 我都看得到很害怕 你駕駛車啊 這個 他從來好人 真的好多 我們各外人永遠都不知道為何他們會這樣做 他們每一天都可以在這裏扣 維基人知道什麼呢 真的很多人 有些人排隊 還有些公安和歌流 我想我們都是不排隊 而且我對店料也有什麼興趣 我出訪問我們一個人 看他們怎麼會這樣做 但是視乎他們應該不會理我 而且撞紋 普通話又說 咦 很可愛的寶寶 來到西藏 來到拉薩 宗教的氣味很濃厚 但對這裏的喇嘛也很感 因為我們在塔子市的時候 喇嘛跟我們說 是沒有女喇嘛 但是我們也是訪問那些女喇嘛 而且他們還要在唐 問我們拿錢 所以我 真的覺得他們是假的 有些藏文 有些藏文 昨天我們有機會見到一個 叫什麼 活佛 但是其實我也是去騙錢 其實我們幾個去 然後她說看哪個與佛有緣 幸好我跟她沒有緣 大哥 然後她就選了 哎呦 這個姐姐弟就是求人與佛有緣 然後呢 就選了 不知年紀大一點點 看起來的人 她說有緣 去祝福她 然後就分別收他們 都可以過來一點 有五十八十八十八千 有十一千多這樣選 嘩 簡直是甩水 團中的甩水 好了 就這樣